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砍大山 现在有一个观点呢 基本上被大家所认同 什么观点呢?就是老年人 尽量不要和子女 生活在一起,住在 一个屋檐下 是不是?这个观点好多人都认同吗? 不管大家说什么,一碗汤的 距离也好啊,或者尽量 软一点也好啊,反正别 住在一起,但是呢 也有一些老年人不信邪 认为住我是另类 我们关系肯定处得好 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不得已不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了 当然这种呢,我不能说 百分之百都不过得 不好,但是 百分之九十九 过得不算好 就算表面上还很 和谐,但是心里 都不是那么开心,都不是 那么高兴 你说为什么呢?有的人就理解不了 你说老人就说了 你说啊,我要是那个歪不讲理的 特别强势的 那也行 那种婆婆不怎么的 老说这说那里管闲事 那你说我也认了 你说我这么脾气这么好 通情达理 这么善良,不争不抢 活干的还多 怎么还这样的 子女也说 你说啊,我要是个不孝顺子女 不孝顺子女,我也认了 你说啊,我挺孝顺的 我们两口都挺孝顺的 都挺好的 怎么还不开心呢 怎么就不行呢 原因在哪呢 怎么双方两个都挺好 可是在一起 还是过得不开心 不高兴 咱们就来聊一聊 原因在哪 咱们先说说老人啊 当老人正常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一旦和儿女住在了一起 那么你基本上就是一个免费的保姆 嗯,基本上什么 家务活前干 孩子全带 一天呢,收拾屋 啊,做饭 买菜,干街孩子,送孩子 干这干那 是不是 你说,哎呀 孩子工作忙啊 没有办法呀 对呀 没有办法呀 但是说实话 你累不累 儿女感觉还不错 可能 可能孩子出去啊 甚至儿媳妇出去 我的婆婆真是好婆婆 哎呀,我胎上一个好婆婆了 是不是这样呢 哎,儿女感觉很幸福 你呢 真累呀 说实话 辛苦了一辈子了 累了一辈子了 干家务辛苦不 辛苦啊 累不累呀 烦不烦不 烦呢 愿意吗 不那么愿意 有几个 你说老人 哼着小手干家务的 这哥真高兴啊 我干家务了 我太高兴了 我又给孩子做菜了 我又给孩子收拾屋了 有几个这么乐乐盒呢 这么干的时候 自己也不满意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干着也累 瞅着自己的老姐们 看着自己的老伙伴出去 潇洒去 玩去 旅游去 泡温泉去 摆各种姿势照相 自己各家里一边干家务 是不觉得有点委屈 是不觉得很羡慕 是不觉得有点失落 是的 为了孩子付出 心甘情愿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幸福 是需要你牺牲 自己很多东西去得来的 不得已去干 但是你说这样 能开心 能幸福 那是不现实的 肯定是不开心的 你说是不是 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刚才说了 是免费的保姆 这还不错 还得是带新的免费保姆 你这时候呢 你说孩子 想吃啥 想花啥 你不得给买啊 对不对 家里买菜做饭 儿女又说 给点钱 哎呀 你们也不容易 不用了 我自己拿吧 我拿了 搭儿女们 儿女们也不容易啊 生活不易 又黄贷 又车贷 又挣孩子 哎呀 他们钱不够啊 所以你搭吧 买这买那搭的 搭来搭去 发现呢 自己的钱呢 一点都不剩啊 你告诉我 谁不剩钱 谁钱花没了 能开心 谁看着自己 没有钱能开心 万一自己有点事了 需要钱了 跟儿女张嘴要的时候 伸手要的时候 能开心吗 你们自己说说 怎么可能开心呢 看着自己银行上的数字 一点一点减少 能开心吗 肯定不开心的 是不是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大部分老人 如果这种善良 懂事的老人 通行达老人 子女们一回到家呀 自己呀 就变成了一个 隐形人 隐身了 少说话 少聊天 看电视 小点声 去卫生间 慢慢走 从测水马虫 得小点动静 自己想说话 压低声音 睡不着觉了 宁可搁屋里 床上翻来覆去 也不能上厅里 嘟嘟步 为什么 影响孩子啊 对不对 你说和孩子聊会儿天吧 人家也不爱听咱说话 说不到一出去呀 堵带搁屋啊 是不是 干什么 都得小心翼翼的 你说是 儿女们不孝顺 儿女说 你必须这样啊 没这么说 自己就觉得 那得这么做 你说一个隐形人 一个小心翼翼的人 他能开心聊 啊 你搁自己家 你说你想咋咋的 啊 我睡不着觉了 我个厅里蹦的蹦的都管不着 虽然岁数大了 不好蹦啊 但是我耳朵不好似 我个电视看的可大可大声了 行吗 不行 是不是 所以你说能开心 好了 说完 老年朋友了 那咱们再说孩子 孩子们也委屈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说我们要不孝顺 是那种不像话的 对父母啊 不好 怎么我们也可以 但我们对父母挺好的 但是不害羞也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你说父母来了 父母给做饭 不是咸呢 就是淡的 就是不合口味吧 不能说 你说 你是怎么说 妈 你这做咸老 怎么做这么咸的 怎么做这么淡的 你说了 父母辛辛苦苦给你做饭 挨那么多的累 买菜 你还挑这挑那的 是不是 太不像话了吧 太不懂得尊重父母了吧 那怎么办 忍着呗 对不对 偶尔呢 点一点父母 今天菜挺好吃 有点咸了 父母 改一天 改两天 还是这样 你说你怎么办 要么忍着 要么说出去 你让父母不高兴 最主要这个东西 父母岁数大了 你说一遍 两遍 三遍 父母还是照这么做 不是他特意和你较劲 他是真记不住 记多少年 五六十年的习惯了 你让他改 改得过来吗 你要是说多了 你怎么年轻的不做呢 是不是 怎么 都不行 是吧 所以只能忍着 你说忍着 为了这个家庭的和谐 能开心吗 肯定不能开心 是不是 再有 第二个 很多生活细节 尤其儿媳妇 高四婆婆什么的 或者姑娘 高丈母娘什么的 哎呀我的卧室不用收拾啊 那什么不用整 这个不用整啊 可惜啊 老年朋友总是记不住啊 他一看那个东西 哎呀这么乱 我给你收拾是吧 一看这个东西 我给你整一整吧 哎呀年轻人一看 怎么又整了 怎么又生死了 妈 遥控器一带放哪了 哎呀那个 我那个本你整哪去了 你说说吧 人家 我给你收拾乌远错了 你整的像 那个什么肯定似的 啊 你要干干净净的 我能吗 啊 乐器八糟的 能看过眼吗 我不收拾怎么办呢 啊 不能说 忍着吧 忍着 能开心吗 也不开心 为什么忍着 为了家庭和谐 也知道 老人是好心 老人不容易 是不是 工作一天了 回家歇息一会儿 看老人 一会儿干这 一会儿干那 一会儿拖地 一会儿满活 一会儿干那 哎呦 看着的时候啊 你说糟心 有人说 这你糟这么心 老人干活你还糟心 你跟他插马上一躺 老人干这干那 你说稍微笑顺点的儿女 谁能看下去眼啊 啊 像大爷子跟那一躺老人那 那你是得多杀人呢 你可能觉得 尤其是儿媳妇姑爷这样的 更心里不舒服了 哎呀 你看一下 老人这么做 我得帮忙啊 你不帮忙 怎么 我帮你干嘛 不用不用 哎呀 我帮你干嘛 老人忙着 你得干点别的 显示 我们一起在劳动 可是真累啊 辛苦一天了 真不想干了 觉得这个东西 我不想收拾了 不帮忙干 你是不笑 帮忙干 真不愿意干 真想劝劝老人 你别干了 一说 老人的一句话就是 我干这点就完事 你别管了 这个心里这个矛盾啊 能开心吗 不开心 是不是 哎呀 第四个 比如说 孩子的教育 哎呀 这老人的教育 疼爱是胳膊儿人 真疼爱啊 各种交往 这父母啊 你说怎么说呢 说老人 说浅了 老人不耽误一事 我就这样 那 我这孩子不都这么教育 好呢 没事 要不偷摸的 对不对 说深了 老人不高兴了 生气了 委屈了 甚至回自己屋里 抹两滴眼泪去了 你说这子女就怎么看 嗯 还不能输啊 不能是什么 咋办呢 这孩子这么不完了 哎 所以不开心 老心 是不是 老宋可能举的不全 但随便举一些点 朋友们看一看 是不是好老人 是不是好儿女 但是在一起 就是不开心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不 双方什么 都得舍弃自己 围了围持这个家 啊 维持一个表面的和谐 但是内心 就是感觉不开心 不快乐 如果 有一方忍不了 就是我们思念上 常见的那种现象 矛盾出现了 矛盾出现并不说 这两个人都不好 或者怎么样 就是因为有一方 实在忍受不了 这种不开心 不幸福了 那么这种家庭就完了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老宋认为 我们大家都认同 这个观点 是差不多正确 大家朋友们 别不信邪 别认为自己 就是个特例 我相信你很善良 老人你很好 我也相信你的子女 很孝顺 但是不到万不得已 但凡有可能 别住在一个屋檐下 真的 好 很难 也就是说 放过自己 也放过人家 你们说 是不是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开老宋 砍大山 希望朋友们 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我会认为你